全球的话题焦点都在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战阵之后首度赴美 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也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 他表示乌克兰是排除了万难 悲观 失望的氛围 国家依旧升龙火虎在奋战 而且强调美国的援助不是善事 而是全球安全的投资 美国国会两院议员夹道欢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的来了 议员们暴雨热烈掌声 喝彩鼓掌长达三到五分钟 众院议长裴洛西猛敲意识锤 还得出声管秩序 好不容易才让现场冷静下来 开门见山向两党议员喊话 乌克兰在抗俄第一线至今都在奋战 但泽伦斯基千辛万苦来到华府 当然不是专程来报告战事进度 而是要说服美国两党全民 继续当乌克兰的后盾 强调这场战事并非只是乌克兰的领土争端 而是极权对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之争 对美国军援出钱出力 在国内引发的不满声音 泽伦斯基出招化解 要让美国纳税人知道这钱不会白花 乌克兰也并非是伸手等援助 坐以待毙 说不会让美军来打乌克兰人的仗 泽伦斯基很清楚 他这场特别用英文的国会演讲 不是说给乌克兰人听 而是说给美国人听 就是我听ится 也首先 он自己地做 把人家中 rally 在乌克兰人 在幾乎各種方式 他非常不公平 他非常接觸 他穿了軍艇 或很簡單的衣服和衣服 他直接跟美國人在家裡講 我認為他真的採取了 美國人的想法 像這個正式的 對普天的男人 CNN記者分析 澤恩斯基此行以輕便軍裝亮相 就是要和高高在上的普親做對比 他不像是總統 更像是代表烏克蘭人民 來傳話的信誓 中院議長裴洛西 更把他比作丘吉爾 我早前告訴了 我父親是一位總統 當文斯頓特朱爾 來這裡 1941年 那天之後 當年 秋吉爾也是在耶誕後來到美國 一番訴求後 形成了美英同盟 而如今80年後 美國依舊是各國第一個求助的老大哥 美國總統拜登夫妻親自在白宮迎接 官方釋出的畫面中 拜登夫妻在點亮耶誕數的 溫馨氛氛圍下接待澤倫斯基 更有寒冬送暖的意味 今天 我表明了 我們的保障支援 1.85億元 果然拜登的援助加碼再加碼 先是一筆18.5億美元的軍武 包含烏克蘭夢寐以求的愛國者飛彈 再來是一筆450億美元的援助 美國康慨大方和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站著 我們戰鬥 我們會贏 因為我們共同 烏克蘭 美國 整個自由的世界 雙方互換國旗贈禮 美國國會兩黨相挺 精心鋪陳的細節 局面都要證明 美國烏克蘭是自由民主第一道防線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回過頭來看 烏克蘭的戰場陷入了消耗戰 這比誰可以耐得住寒冬 忍受得了經濟壓力 早安司機訪美之前 不忘前往烏東頓那次刻 還有赫穆特來視察前線 希望可以接力士氣 按照目前各地前線的情況 其實仍舊處於激戰區 而其他的戰線處於相對僵持 對烏克蘭來說 還在等待戰爭與和平的降臨 炮彈掠過頭頂 而且接連在近距離爆炸 把拍攝民眾嚇得及早車門掩護 他一飛機 你看山洞 它被砍了 然後接著 5分鐘 不知道它被砍了 這很厲害 赫爾松居民指著馬路凹洞 因為他們前一天 才遭到空襲造成一人死亡 俄羅斯撤出赫爾松後 卻繼續從涅伯河另一側 狂射飛彈火箭 赫爾松人對攻擊早已見怪不怪 好,對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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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全國沒有一個地方安全 特別是對總統澤倫斯基來說更危險 開戰以來 德倫斯基死守烏克蘭三百天 但過去這三天 他的行動卻一直在刺激俄羅斯總統普京 最主要是讓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謝謝誰跟我們沒有 如果可以一秒鐘 嘴巴 德倫斯基先在週二 出訪戰爭最前線巴赫姆特 隔天就宣布 戰後首次出訪 這是一個悲劇的 CNN用保密到家來形容 1月20號抵達巴赫姆特後 澤倫斯基一度行蹤成迷 直到21號 訪美行程曝光 布蘭媒體才在邊境城市 普瑟米斯隔著鐵網 拍到澤倫斯基趁著夜色走下火車 身旁還有美國駐烏克蘭大使 布林克陪伴 大陣仗休旅車隊 勿送總統搭機 總統總統維安不敢馬虎 在澤倫斯基坐上美軍C40B 運輸機前一小時 一架北約偵察機 從德國基地起飛 在北海空中盤旋 專機飛過北海時 還有一架F-15E戰機 從英國前來半飛 一路護送至蘇格蘭上空 就是怕部署在北海的俄羅斯潛艦 發現澤倫斯基的行蹤 美國、德國和英國三個北約成員國聯手 才讓澤倫斯基平安非抵華府 美國政府也在澤倫斯基啟程後 才敢放出消息 這次訪美 澤倫斯基當然也有政治風險 要是沒從美國帶回想要的武器 恐怕無法給烈克蘭人一個交代 我希望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從第一次人的故事 怎麼會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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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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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是很高興的 很高興的步驟 從事件中 因為它顯示出 насколько它顯示出 在其他國家 帶著國人滿滿的期待 澤倫斯基冒著生命危險 出訪美國 他引用行動告訴烏克蘭人 戰爭尚未成功 統治仍需努力 盟友也會繼續幫忙 TBS新聞最後報導 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獲得了27國的軍援 跟俄羅斯拉鋸交戰中 而普清日前出訪了白俄羅斯 跟領導人盧卡申科會面 還說送上了軍援 包含S-400防空系統 還有伊斯坎德爾的飛彈 不過這樣的舉措 被視為是施壓白俄羅斯參戰 俄軍的冰雹多管火箭直衝天際 尺度美火箭全都對準烏軍陣地而去 俄羅斯國防部似乎想要證明 俄軍沒有彈盡原決 同一時間最高統帥普清參觀 國防武器大秀 顯示俄軍各種先進裝備樣樣不缺 普清看到這輛武裝吉普車 身旁軍官門都開好 要請普清威風試駕一下 沒想到普清直接把門關上 似乎對自家武器信心滿滿 不必再試 除了考察武器 普清還參加俄軍年終國防會議 他再度定調俄羅斯跟烏克蘭 本事同更生 不過普清的溫情公事顯然只是說說 因為他早就認定烏克蘭背後有西方勢力介入 所以俄軍要部署先進的戰略核武來對抗 俄國議員並非口出狂言 因為俄軍早在今年4月 這已經成功試射薩爾瑪特洲際飛彈 這枚可攜帶10到16枚分島式核彈頭的飛彈 能夠在高空中子母彈頭分離多點打擊 而在飛彈重返大氣層時 還能借助先鋒及音速載具推進 飛行速度比音速快上27倍 想攔截難入登天 這兩款武器搭配堪稱地表最強 薩爾瑪特加上先鋒的這樣的一個設計理念 會成為俄羅斯手中的絕對王牌和超強的殺手劍 只是烏俄戰場上的膠著狀態恐怕不是薩爾瑪特就能解決 所以俄國國防部長蕭伊古就建議可再增兵三成因應 俄的新武器跟增兵 俄軍還不忘實戰演練 西邊跟白俄羅斯聯合軍演 在遠東則是派出軍艦跟解放軍海上操練 就連在北極都能看到俄軍 CN就發現俄軍重啟前蘇聯時期的舊設施 似乎企圖控制北極掌握熔兵貿易航道 讓美國北方門戶洞開 俄軍全方面威逼 難怪澤倫斯基這趟美國型十萬火機 他們急需的愛國者飛彈 能夠在160公里之外遠遠的高空攔截飛彈 但是代價就是發射一枚燒掉1.2億台幣 俄羅斯跟美國晚如把烏克蘭大地當成軍事對抗的實驗場 重啟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普京在國防會議上的這些話更顯寓意深長 TVBS的這種報導